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今天繼續講這個菩薩行品 就是講這個關於正宗訓那裏 講大乘的境 即是大乘的教理 大乘的教理就是講菩薩又要自利又要利他 以及自他兩利 講完這個教理之後 應該菩薩是怎樣 然後能夠做到自利利他 自他兩利 要行 所以菩薩行品那裏就是講 菩薩明白了大乘教理之後 應該要怎樣來行呢 上次我講過菩薩行品的一部分 就好像上次講菩薩行品 這裏已經講完了 菩薩行品就是 不是說不是那些小城的行 不是那些聲聞那些所行的 而這個菩薩行是怎樣呢 就講這個維摩居士 就是去見佛 去到見佛的時候 就因為他們吃了那些中香國的那些飯 於是那些人聞到那些香 就問為什麼每個人有這些香呢 柯蘭尊者就問 謝利弗他有去吃過這些飯 他就說 是啊 我們吃了這些飯 不僅止種香過那些菩薩 是有香的 我們都有香 柯蘭又再問 這些香能夠留多久 他們就說 那些香飯消化了之後 它就會散 什麼時候才能夠消化呢 他說聲聞和菩薩消化的時間 是各有不同的 有三種的聲聞 菩薩有四種的菩薩 上次就說了 菩薩和這個聲聞有幾多種 現在他又不問了 講到佛士那方面 其餘的香織佛國就是用香來做佛士 其他的國土用什麼來做佛士呢 他們就有 那裏是有四樣來講的 有些是個別誤入的或者以佛光 乃至到第十種是以台官來做佛士 有些就說是誤入三聖的 就是遍契執 伊他喜 完成實 這三聖 有些就說直接誤入這個聖二帝的 有些就說出很多殊聖的利益 來到益眾生做佛士 那這些呢 上次我都講了 解釋了 那這次呢 就是講佛身 那佛身呢 就是因為他 你看一下那個科判那裏 科判那裏呢 探佛士呢 就是有講其餘國土的佛士 然後呢 就講佛身的同意 這個呢 就是對於佛身那方面來講呢 就是很重要的了 佛身的同意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講佛的身 佛身就有很多種 既然剛才我講做佛士的 是有這麼多種的做佛士 剛才那裏講炭佛士的 就有四種這麼多 現在講佛身同意了 佛身是有怎樣來去變化呢 先先講呢 就是說佛身就是平等的 就是無分大小 因為這個佛身就是隨機來去應變化的 這樣他說呢 在經裡面經文都有講佛身就好像這個大地 就好像虛空那樣 不過我現在就沒有將這個經文 逐句來去解釋 我就將它的卓要 就在那個講義那裏 就說出來 他講佛身就是怎樣的呢 就像這個大地一樣 用那個大地來去比喻的 比喻他說佛雖然大地是一樣的 但是還有很多種的山河大地 有種種的東西 所以他說佛和一個佛 但是他所有的名號 各樣都有不同 現在我們看一下佛身同意那裏 第一是用一個比喻來去講 他說佛就好像大地一樣有性別不同 但是虛空就是一樣這樣的 就是這個地有不同的山河大地 但是那個虛空就沒有不同的 那就是說 世間上的眾生的根基是有性別的不同 而佛本身就是沒有不同的 佛身的不同就是因為教化眾生 而有不同的事宴 但是佛的智慧就是沒有不同的 是平等的 佛位和佛身都是平等的 那他這裏就講了 經常都講平等 各樣都講平等 佛和眾生的心靜都是平等 那究竟佛的德是怎樣的呢 那這裏就講佛的德是有三種佛德 這些都是經文來的 我因為要快點說一下就講了它 你看一下佛自己本身的 即是本身收到來的 那個內德是本身收到來的 是什麼呢 形量佛那個形 所謂三十以上 我不會逐樣告訴你 三十以上是什麼 就是形和量 即是高大威猛 三十以上 第二呢 佛會放光 第三種呢 就八十種隨形好 第四種呢 就是他生出來 他是貴族的 第五呢 他是尊貴的 是王子出生 第六呢 就是他的五韻 他的五韻呢 他就是有色 有深 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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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是清淨的 第七呢 就是十力 第八 就是四無畏 第九 就是十八不共法 這些呢 就是他自己所收積來 他自己的德 十力 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 但是呢 就很詳細的 你們可以在字典裏面 都找到出來的了 我呢 就這裡呢 就不講 因為呢 這些是佛的 內心所收的德 那你自己有內心的德 但是呢 外德又如何呢 那對外的 有些什麼表現呢 那人呢 最重要呢 有內在的德 也都要對人 又有表現的德 對人的表現呢 就是 慈大慈大悲大喜大捨 那詞呢 就是有愛心 悲的呢 就是有同情心 喜的呢 就是有隨喜 沒有妒忌的心 第四大捨呢 就是沒有計較的心 第五呢 就是以利益 他人為動機 第六呢 要令到別人得到安樂 第七呢 要他的威夷 能夠令到別人敬愛 這七種呢 就是表現出來 就是你的內德 那種的表現 你缺乏一種都不行 如果你沒有愛心 又不行 沒有同情心又不行 有妒忌心又不行 有計較心又不行 沒有利益 別人的動機又不行 不是想別人安樂的又不行 如果自己的威夷呢 是不夠的 令到別人不生一個恭敬心的 你走著作惡的威夷不好的 亦都不行 這裏呢 就是佛呢 就要有這種內德和外德 還有呢 內外德都要顯出來的 就是要做出來的事了 做出來的事呢 就是身口意三頁要表現的 你的心有愛心 或者你的心有同情心 你行為上呀 口上呀 心裏面 不表現出來是不行的 要自內德和外德一起表現的 第二呢 就是 你的壽量 佛的壽量 不是眾生的壽量 你佛那個事宴呢 教導眾生的壽量呢 就不同我們的壽量 我們的壽量呢 就是除葉壽生的呢 就是那個葉報幾時 就幾時的了 但是佛的壽量呢 就不是除葉壽生的 它呢 就是除怨而能夠化生的 所以它的壽量呢 就看下眾生的福氣了 如果所應道者 也加以道盡 未得道者 為當道之恩緣 那個時候呢 佛的壽量就是這樣了 好像佛八十歲 要裂盤那時候呢 人家問他 為什麼你這麼快就離開這個人間呢 他就說應該道的已經道完了 未得道的是將來得道的恩緣啦 我跟他中了個恩在那裡 將來看看跟哪一位佛有緣呢 跟哪個有緣呢 就來到去修辭啦 這些呢 就是所謂壽量 隨眾生界了 第三呢 就是要說法 如果你幾有德行都好 你的證悟是有幾多都好 如果你不懂得來到去講給人聽的呢 也都沒有用的 第四呢 就講道脫 即是如果那些人 是說出來的東西 不能夠令到別人聽得明白的 不能夠道到他的 不能夠令到他解脫煩惱的 不行 應該就是能夠令他得道 而又能夠令他解脫煩惱 所以說法 你只是說法都不行 你要應機 而令到他得到道脫 第五呢 就是令他成就 令他得果 最低限度 他聽完之後 他有些成就 聽完之後 他得到好處 第六呢 就是講 你自己所修行的 你自己的內心淨土又怎樣呢 那就要靡內心的淨土了 那雖然間在這個娑婆世界是畏土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內心 清靜的呢 雖然在這個五族惡勢 仍然都好像居在這個極樂的淨土一樣 這些就是自他兩利的佛德 名號那方面 這裏有講 這個壽量除眾生說 現在這裏就講到這個名號 因為講這個說平等相那裏 你們有的 不過呢 就提你們片翻上面來看看 說平等相有四種 第一呢就是講佛德 第二就講名號 第三呢就是講這個心戒 那這裏呢 第四就是講柯蘭的反應 現在呢就是講名號 名號各個人都知得到了 是不是 阿納多羅三廟三菩提 佛的呢就是如來 認證整整國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有十種的名號 那這個名號呢 我們不需要怎樣解釋了 好像說 阿三廟三佛陀啊 或者是多陀阿騎道啊 叫做佛陀啊 這些是怎樣解釋呢 就是正等三菩提 正國 阿納 就是無上 佛的名號呢 最通常常用的呢 就是無上正等正國的 那既然有這個內德 有外德 還有呢 是相顯這個內外義德的 我們也知道佛的名號 這樣呢 我們就繼續講心達 即是他要怎樣來到去 所謂心達的呢 即是要人家明白那些慎心的道理 我這裡分開幾種來到去講的 第一呢 就說法難窮 佛那些說法呢 是很難來到去窮盡他的 因為為什麼呢 眾生界是無盡 眾生的根性是無盡 眾生的煩惱是無盡 所以佛的說法呢 很難來到去窮期抵運 第二呢 聽聞難盡 你想說聽他一句 就能夠明白一切的意義呢 就多難了 第三呢 就唯佛能了 正是佛呢 才能夠來做知的 因為為什麼呢 要正到這個最高的體驗 佛能夠得到最高的體驗 才能夠了解這個慎心的道理 這個慎心的道理 例如什麼呢 好像日不易法門這樣 上頭有講過日不易法門 這個日不易法門不是那些菩薩 三十一位菩薩所講 用口說來到去講 有對待的那些來到去講 也都不是文殊菩薩所講 說不可以用口講 不可以用心去量度 是好像什麼呢 唯摩居使 物言不言 即是不出聲 什麼都不說 這個呢 就真正入不易法門 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 你不是在文字語言那裡 是尋求到佛所誤的道理 是要由自己最高的體驗 自己內心的驗證 不可以在書本文字上得到的 你要在自己內心的 既然佛所證的東西 佛所證的道理 就為佛與佛乃能究竟知知 即是那個境界 到佛的境界 然後才能夠知道到佛所誤的道理是什麼 我這裏寫了三 這裏就是德辯難思 這裏還有一個是德辯難思 即是佛的德 你很難是來解釋的 怎樣很難來解釋呢 佛的德你可以在表面上去看到 它有內德有外德有內外德 但是內德裏面所謂十力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的那些 你自己就很難用你的凡夫的智慧 去看得到 所以佛講完了佛德 佛的名號就講到 這些佛那種的佛身同意 並不是普通那些人可能明白的 那些小成的人更加不明白了 第四就是講到柯蘭 柯蘭聽到這樣之後 佛說要修內德外德內外德 佛的名號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而佛的道理就是甚深難理解 它的德也是德辯難思的 柯蘭就說 我自己就很慚愧了 因為我跟了佛那麼久 整天都以為我是多聞的 整天都以為我是多聞第一 原來我還有那麼多東西是不懂的 這樣菩薩就知道到 而我就不知道得到的 佛就說你不用不開心 柯蘭覺得自己是很沒用的 這樣就有一句這樣讚 這樣就在探色了 人家說我多聞而已 我哪算是多聞呢 佛講的話 佛講的話 為魔居士講的話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完全都不明白 我自愧不如 佛就勸他 你不要自己去責備自己 因為菩薩的 你不可以跟菩薩來較量 唯魔居士的德 你亦都不可以來較量 所有菩薩的德 你亦都不可以去較量 應該盡量去修大成的幸 我有講過 這部《維摩經》 全傳就是菩薩的法門 他的目的就是勸小成的阿羅漢 不要懷戀著小成的果 應該進去大成 所以他講都是佛的德 佛的名號 做菩薩的境界 令到這個阿羅漢 他自己就覺得 原來做阿羅漢 真是自愧不如 應該怎樣去發心 進去大成呢 佛就說 你不要自己謙卑 也都不要自己灰心 你一定要知道到 菩薩就是這麼偉大的 佛是這麼難得的 所有的聲聞 阿羅漢應該就是進去佛式 後來阿蘭有嘆息之後 又到那幫菩薩來講話 因為在這個菩薩行品那裡 就有講過 即是說 維摩居士受了文殊斯利菩薩 帶這麼多人去問病 而他又用神通力 接了這麼多獅子座 來給這些來問病的人坐 那些人也都覺得 維摩像室 竟然能夠容納這麼多獅子座 第二點就是 這個 謝利菩 一說 即是說 吃了 夠時候吃了 我們有沒有吃呢 那麼 那維摩居士 又去這個 中香國那裡 就拿了一些飯來給大家吃 而一碗飯呢 就令到他們吃的 都覺得是有餘有剩的 那種香國那些菩薩呢 就說 我都想去看看 釋迦牟尼佛 怎樣來到去 教法 這些 這麼 五族 惡世的人 於是乎 那些菩薩呢 就說 要來 這個 娑婆世界 看 當時 那個 鄉跡佛國的 不動如來 他都有說過 你們去還去 你們千萬不要 在一個 下劣的心 不要 看少 你 娑婆世界 那些菩薩 因為大家身形是不同的 眾香國那些菩薩呢 他不用聽法 就這樣聞香 就已經是得到 可以開悟的了 就可以當聽到佛法的了 而那些菩薩的身形呢 亦都是高大威猛的 和娑婆世界那些 只有六呎的身 他自己就覺得 在那些人的身 是很細小 那麼 這個 鄉跡佛國的那個 如來 就說 你們想去 娑婆世界 看 是可以 你去看 沒有所為 不過 你們千萬 就要 變回 細的身 以及 不要看少 那些人的身形 現在 那些菩薩呢 就自己說出來 自己說什麼呢 先先讚嘆 釋迦牟尼佛 第一點 就是他方菩薩讚 第二方的菩薩 先讚嘆 釋迦牟尼佛 也讚維摩居士 那麽讚 那麽讚 他也說 我們 初初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 為什麽這個國土 這麽不靜 人家的國土 是光明的 是莊嚴的 是很多的公德莊嚴 而這個國土 因爲娑婆世界的眾生 又罪惡多 又難條難伏 釋迦牟尼佛 為這些眾生 他就來到這個 娑婆世界那裏 現身 所以他方的菩薩 讚釋迦牟尼佛的難得 也都讚維摩居士那種的法力 亦都後悔自己 初初來的時候 是講 看小這個娑婆世界 第二 他就請佛 去說法 於是佛 就跟他講 講什麽呢 就是講這個 不盡不住的意義 什麽叫做不盡 什麽叫做不住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不盡的 有五十句 那麽多 那麽你們 已經派了給你們 有 可能他們 就 沒有夾到那張給我 五十句 你們要看這裏 五十句那麽多 什麽叫做不盡有為呢 有為就是有動作的 無為就是無動作的 有為就是世間的事 無為就是出世間的理 世間的事就是有動作的 要做出來要有表現的 無為就是沒有表現的 那麽他現在呢 他說不盡有為的呢 就即是 那麽雖然間 佛是要入不以法門的道理 但是呢 他需要有為 而不盡 就是說呢 做這些事 所做以下這五十樣東西呢 就是不會呢 是停止的 不盡者 即是不停止 不來到去 不做 他叫做不盡有為 下面呢 還有幾句呢 來到去解釋這個不盡有為 先先呢 就講這個不盡有為先 那 個個人都知道到菩薩 就是要得到這個無分別志 但是雖然間要證到這個無分別志 但是他在行為上呢 什麽對眾生有利益的都有做 這裏呢 就有五十樣這麽多 那我當讀書那麽說給你們聽 發一切志 第一 你們有的 全部都有的 這裏呢 就是在經那裏講出來的 一定要求到一切志 菩薩 你不要以為說 就這樣 我直見真心 有很多人說 我直指真心 或者是頓悟一切 不要以為這樣 就叫做可以成佛道 如果想成佛道的呢 應該就是不盡有為 要做盡這些事 做盡什麽呢 求一切志 我不寫 我不說號數了 只是讀 你跟著1、2、3、4那裏來看 利益眾生 不要厭倦 不要棄捨 而且 報師 外語 利行 同時 這四線 一定要報師 講說話 一定要講些 令人聽到好 心開的 做的事 要利益人 以及要讓人合作 以及分享 故持正法 即是說 自己所講的 又要合乎佛法 而合乎佛法的經典 一定要加以保護 對於善的 於善無厭 善事不好 又厭倦 常修迴向 即是一個人的目標 都要正確 怎樣叫回向 即是立定 我做事的目標是什麼 回向 即是指著我們 做事的目的 求發 無懈 即是要聽經 不要以為自己夠了 不用聽 要無懈 演法不卷 你知道那麼多 就要講給別人聽 不要有厭倦的心 占養諸佛 就一定以佛 為我們的信仰對象 生死不畏 不要厭這個生死 菩薩雖然沒有這個份段生死 仍都有這個怨力的變逆生死 要出生入死 然後再度賭眾生 百風不動 即是事事都懷著一個平等的心 離衰偉欲清機苦樂 這些這樣的外景 不要搖動你的平等的心 第二 不興未學 不要輕事那些未曾學或者是辭學的人 敬愛已學已經有修學的人 你要生一個敬愛的心 这些很难做得到的 不除有漏 明知那些是有缺点的东西 就不要来到去随顺了 不担涅槃 涅槃虽然是自己得到安息 不过就不要担于涅槃 虽然有机会有资格入涅槃 仍然都要在生死导中导众生 不着己乐 就是不要贪着自己享乐 你看看 佛虽然有自受用身 他仍然都要有他受用身 变化身 做什么呢 不要贪着自己的享乐 不疾他乐 有人家有开心的事 不要妒忌 不未诸禅 你修禅定是好 在禅定里面是好静 但是你不要担爱他 不要说我整天都入了禅定 禅定是有智慧的 你要将你的智慧来到贡献于他人 不要整天入定 不厌生死 不怕 这个变异生死 分断生死都不怕 静来求者 谁来到求你的 你求财也好 求法也好 求帮手也好 都要生一个恭敬的心 他是帮助你成就布施的 耗舍不论 不要论息 据一切智 你发心想求一切智 你要能够是能得到一切智 救户犯戒 如果有人犯戒 你就要救户 就是等他怎样来到去补回 好就再次来到犯戒了 可怜那些犯戒的人 蓄满六道 菩萨要修六道 要快点来到去修满 布施慈戒忍欲 精进禅定智慧 修菩萨就是三十七菩萨分法 三成所共修的 就是四念住四正断四如意足 五根五力七角之八正道 这个叫做三十七菩萨分 常勤修善 这些就是要劲力修善 庄严佛土 庄严佛土的 用什么来做庄严佛土 功德庄严 你能够修功德 你将来去的地方 就是得到 是庄严 你如果勤修功德 你将来成佛的国土 也会庄严 满株上好 三十以上 八十随形好 都是功德庄严的 一定要收到上好庄严 持戒严谏 你若果受五戒也好 八戒也好 菩萨戒也好 一定要延持近戒 坑营勇勇猛 自己是能够勇猛精障 如果有那些困难的 要用个人来去支持自己 继续来到修行 经历生死 不是一次生死就可以得到成就 你不怕经历过多少种生死 都不好有退心 听法心坚 听法的时候 就要有恒心来到听法 因为讲法的人 都是要看听法的人的心情 听者端是如饥渴 一心入于如意中 踊跃文法心欢喜 如是之人可为说 所以你想讲经的人 很多不断地说给你听 你要踊跃文法心欢喜 那就行了 勤修六道 上面已经讲过 触满六道 通阴介入 不只是要知道无留的法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这些名词 你都要知道 精进行魔 人修行有很多魔士 有很多魔障 你自己要用定力来克服 无留政治 你所得到的智慧 应该是不要有缺点 不要有执着 小欲、知足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不要稀求那么多 得多少就要智足 已得的就智足 未得的可以简单就简单了 坚守威仪 人最重要就是行为的威仪 你讲话 不要刻薄 做事的表情 不要令人争 表情不要令人争 这样就可以了 样貌 每个人都生了 每个人的福气 但表情就不是 表情是你发自内心的 例如一个人多丑 也好 但他经常有很好的表情 很微笑 你都觉得他个人很可爱 说些说话 你虽然多好声都好 但你说些说话 尖酸刻薄 别人都恨你 所以威仪 就是说话 和你的表情 跟着要做好的 发通起位 即是说你的智慧 是要表达出来 你的表达出来 要大众都能够受乐 文法总词 如果你听法的时候 你要将它的大意 紧紧来记得 不要忘失 认根断耳 如果你想说话 要应别人的根基 来断别人的疑惑 有人有疑惑 问你 你要针对他的疑惑 来解释 得无外解 即是法无外解 义无内解 持无外解 变财无外解 即是你又要明白佛法 你又要明白 你又要明白 那个义理 你说出来的说话 是很得体 别人来问难你的 你解答得很好 这个就叫做得无外解 收十善乐 即是说 不贪不亲不痴 不杀不道 不仁 不妄语 不两言 不倚语 不恶口 修四无畏 就是这个实力 四无所谓 劝他说法 如果别人说话 是不开心的 你要劝他 而且你要说法 来教导他 修佛威仪 就是要修佛的威仪 佛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相好呢? 就因为他的威仪好 性修无掩 你所修行的 不要有些障碍 什么叫障碍呢? 有些自己的有我相人相 眾生相仇者相 这些都叫做掩 劝学大成 学到的就不是阿罗汉的法 而是大成的法 行不放日 即是自己修行的 事是紧记自己再修行 不要是放日 放日和蟹桌是不同的 放日不应该做的 就去做 就叫做放日 蟹桌应该做 你不去做就叫做蟹桌 行不放日的 你不要做些你不应该做的事 不失众善 凡是做事都不要提失众善 这五十种的就是造作的 造作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做菩萨 一定是要做这五十样东西 是不尽的 做也都是不要有停止心的 现在不注无违 又有十九句 为何叫做不注无违呢 即是告诉你们 要听那个无违法 你们是要明白 但是明白无违法 你就不要说 担着这个无违就算了 就应该就是要 怎样去了解这个无违 下面就有讲到 什么叫做不注无违和不进无违 我看一下这个不注无违有十九句 在经里面的唐译就有野一句 修空而不以空为正 修无相而不以无相为正 修无作而不以无作为正 这里就是说三解脱门 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 修无起而不落作正 本来无违法就无所谓有起有灭的 但是我们就不是说要觉得一切都没有造作 一切都无起明白这个无违 但是我们不是担住在这个无违 而是仍然都是做这些有违的事 修无相而不厌善 修官府而形受生 官人无我而不厌自身 修法、官法无我而悔人不倦 官直灭而不入涅盘 这些就是四官 这个官府、官无常、官无我、官直灭 这个四念主 官无常、官府、官无我 不许将无我分开人无我和法无我和官直灭 虽然他知道是苦是有无我 是直灭是无常 但是仍然他都是要受生 要负人不倦、要不入涅盘 这边就是官远离而不厌身心修善 这边就是说 无违就是要远离一切的执着 虽然他是知道要远离 但是他仍然都身心都不厌修善 虽然我们是没有讲这个状色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心就是有心性和有心用 如果心体就是一切皆无的 是这个尽虚空编法界是无上的 Henbranet就是一个本体来的 但是我们的心会起用的 当我们起用的时候 然后呢 起染用的时候就是阿赖耶色 但是起淨用的时候就是发生无外的 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状色的 就是阿赖耶色 为什么我们的心有白色那么多 而单单独独是说状色呢? 因为这个状色就是藏着很多种子 有有漏的种子 有无漏的种子 我们观察这个状色就应该就是有很多有漏无漏的种子 但是如果你住于无违的时候 无违就没有这个状色的 是讲这个性的不是讲用的 但是没有这个状色的时候 那你就怎么来到去教导众生呢? 所以虽然是没有这个状色 但是呢 也知道这个状色里面有很多善根 有很多恶业的 我们要发扬我们的状色里面的善根 而我们呢 就要将那些不好的恶种呢 让它缺缘不生 不要给个机会那些恶种子来生的 观无生而行附贺众生之事 虽然间讲是无生无灭 但是呢菩萨一定要觉得 何丹如来的佳业呢 一定要度众生 观无漏 无漏者 即是圆满无缺 但是仍然都要是随须众生 来到流转生死 也都要流落在这个三界里面 示现有很多那些 业障有很多那些 普通众生的心行 观无所行而行化 如果你说不以法门里面 一切都皆无所行 但是做菩萨或者想度众生 虽无所行而仍然要化度众生 观内外无我而不捨大悲 即是说既然是无我了 人无我 法亦无我 既然无我了 那应该就是空直的 不捨大悲 有大悲心的缘故 仍然都是要同情 救度苦恼众生 观无生理而不堕小成 虽然间知道是这个无生 即是不在目 可以明白 不用入这个生死的了 我们如果修行 就不需要入这个生死断烦恼 就是正涅槃 不过它不是在小成那里以为满足 即是不会入这个无如涅槃 可正无如涅槃 都不入这个无如涅槃 而仍然在这个不住于涅槃那里 观诸法虚妄 一切法都是虚妄的 一切上都是虚妄的 凡所有上皆是虚妄 但是仍然都是不断收福德 观诸法无我无主而不无福德 虽然间一切法都是无我亦无主宰的 但是仍然都是要收福德 不要以为没有福德 没有一切皆无 这样就变了恶取空 不够断灭空 虽然知道无我 但是仍然都要有收福德 庄严佛土 庄严上好的 观远离而不远离智慧 远离什么呢 是远离烦恼而已 不是远离智慧 这里就是不住无为 所谓不住无为的 你知得到无为的道理 你知得到生性的道理 你明白本体是无对待无障碍的 是不乐言说 但是不要阻碍你做一切的佛事 叫做不住无为 现在这里就是经里面说到十九句这么多 这里就是说什么叫做不住无为 不住无为的 有四句 有四对来说 为什么要不住无为呢 具福德乎 不住无为 因为你有福德的缘故 虽然你是正道无为法 但是你也觉得以福德来施语众生 好像佛已经住了无为 具有很多福德 为什么他不住于无为呢 因为他仍然都是福足为足 来等众生分享他的福德 具智慧故不尽有为 佛已经是得到很多智慧了 所以他能够利益用种种的方法 好像有五十种不尽有为 因为为什么呢 佛有智慧 所以他就不要将他的智慧隐藏住 而是做一切有为的法 大慈悲故不住无为 为什么不住无为呢 既然无为是无起灭的了 因为有慈悲心 所以他要教导众生 满本愿故不尽有为 为什么又要做这么多的事呢 因为佛式本世 本愿就是要导众生 所以他就不尽有为了 为什么又不住无为呢 因为已经职集了很多的法药 药就是医病的 法就是医众生的心病的 一直以来他所职集的 就是种种的法药 你既然职集了这么多的法药 当然是不好 住于无为无起灭 一定是除病受药 不尽有为 不住无为的 知众生病 不住无为 已经可以住无为 为什么不在无为里面呢 应该是无所作 知众生病 他知道众生很多的心病 不尽有为 就是除众生的心病 而能够灭众生的心病 所以说 为什么在这个菩萨道那里 菩萨问佛 如何去收这个菩萨行至是好呢 佛就说 应该是不尽有为 不住无为 然后真真实实是收到 这个菩萨的功德 可以得到成佛的 这里就是说完了 这个菩萨的行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就是说 他方的菩萨 他方菩萨问佛 就是众香港的菩萨问佛 我们应该怎么收 佛就说 不尽有为 不住无为 说了五十种不尽有为 说了十九种不住无为 这个众香港的菩萨 听完之后 就多谢释迦牟尼佛 说得这么详细的给他听 然后那些众香港的菩萨 就回到众香港了 这个菩萨行品就是说完了 大约是这样的 就把它简简单单就说了 继续我就说这个阿托佛国品 这个众香港的菩萨行品那里 说完之后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有没有 你们回去有没有看那些经吗 有没有回去把我的讲义对下那些经 这样来对着去读 那我的讲义在那里抄出来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 好了 现在就讲这个阿托佛 建阿托佛品 建阿托佛品 我们又要看看 建阿托佛品 就是讲这个大乘的果 这里就是讲大乘的果 你们看一下 又揭上这个表来看 在菩萨行品大乘的行 即是不进有为 和不住无为 那些全部都是菩萨行来的 那现在就是讲 收了菩萨行之后 是怎样来到去建这个佛呢 那在唐翼那里就叫做观如来品 就不是叫做观阿托佛品 既然就是说观这个发生的如来 在这一品里面 就讲这个发生 和这个受用生 和这个变化生的 这个建阿托佛品那时候 那里现在讲完了 那些菩萨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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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施加某尼佛说了这个不进有为 在这些菩萨行之后 那些菩萨行之后 那些菩萨行之后 那现在你又要回来见我 那你用什么的心态 来到去观如来 去见如来 那维摩切就说了 他说我观的就是 他说在这里的问答里面 就讲出佛的三身 佛是有三身的 就是说 他说你想观佛 你现在是想见如来 你想见什么的如来 那意味着佛有三身 法身 这个 保身 法身 有三身 你们都有的 这张 是不是 各个都有的 那什么叫做法身呢 就是说理和智 是一样的 道理和智 一个讲到道理 讲到人的智慧 用人的智慧去明白道理 这个是无形无相的 所谓理和智 都是无形无相 而是不动的 理怎样会变呢 是吧 理是真理 就不会变的 所谓 放诸四海而皆准 存知万世而皆 这个理 真理是不变的 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去明白这个道理 亦都是同一个道理一样是不变 愚者是不变的 别人讲说成佛 见证到这个法身 就即是愚来 什么叫做愚来呢 你的智慧能够证到这个真理 不变的真理 即是说 此理你已经是得到了 所以就叫做愚来 你不要以为 愚来是为什么有一样东西来 不是 即是说你得到这个不变的真理了 佛能够证到这个法身 即是表示它和这个本体已经融会一体了 这个法身不独自叫做理智一如 即是说身土都不易的 这个法身和这个法性土 即是什么呢 即是已经入了这个 正悟到这个法性了 它当它正悟法性的时候 已经将自己和那个你混在一体 入了这个空性之中 已经是正法身了 什么叫做布身呢 布身呢 有两样的 一个叫做自受容身 一个叫做他受容身 这个就是有所对待的 如何叫做有所对待呢 即是如果你成了佛之后 你自己的感受是如何呢 自在受容的 即是自己得到很自在 自己能够是享受到这个 这个无边无济那种这样的境界的 这个就是自受容身 所谓他受容身的 即是这种的境界 不是其他人所能够领会的 菩萨只能够领会到他那种的情况 所以说那些声门呢 有眼不见射罗身 有耳不闻缘顿教 你那些小乘凡夫呢 只能够见到的化身 但是呢 菩萨呢 就知道到 其实 佛哪里是这个化身呢 佛已经是正了化身 而他得到自在受用的了 菩萨呢 只能够是 知得到 佛的佛的佛的佛身 所以 为他受用身呢 就是为菩萨所了解的 化身呢 即是变化无量 声门凡夫的人呢 只能够是 知得到佛的变化身 好像释述化身 如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正范皇宫 事宴为太子 他八十岁来试灭 八相成道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化身了 这个呢 就是可以变化的 变化无量的 现在呢 佛呢 就问了 维摩蝶 你想见到什么呢 这样 维摩蝶呢 就直接说 我所见 想见的呢 不是普通的 变化身 也不是普通的变化身 而看这个 直接就是这个 发身了 怎样的发身呢 发身呢 就是有实 有权 实的呢 就是真的 有 可以证到的 就是发身 和自受用身 权呢 就是变化出来的 是被外人来看到的 这个就是他受用身 和化身 而发身的 又是怎样的呢 是怎样来证明 这个发身的呢 那 维摩蝶呢 他就说 他说 我所想见的 就是见这个 自观 身实 相 观伐 亦然 我能够自见到 我自身能够见到 这个实相 观实相的呢 就是见到这个发性了 我自己能够见到这个发性 观伐亦然 我想观伐呢 当然就是想观伐的发性身 我自己都能够观这个发性了 我也都观伐亦然 就是想观伐的呢 不是以这个权身 不是见佛的发生 我是直接观伐的发生 那这里呢 那部呈大段文里面呢 就不爱乎如是了 这个发生的是怎样呢 第一 一来五蕴上 说发生呢 就不是五蕴所成的 不是色受想行色所成的 这个呢 就是叫做发生 是真如的发生 第二呢 就是二三有身 五是这个三界的身 三界的身是怎样的呢 这个三界的身呢 就是四大种的 四大种所成的 那么现在三二三 发生呢 就不是四大种 亦都等同虚空界一样 亦都没有这个内陆处 没有这个五根 没有这个眼耳鼻舌生意 亦都超出这个世间那种的眼耳鼻舌生意 亦都不参加于这个三界之中 不是在这个三界里面 是来到去有这个种种的识法 那些有毛的识法那些 远离三九 亦都没有贪真痴那些的 那所以呢 发生的呢 就是来五蕴相 二三有身 还有呢 第三就是信出世道 什么叫做信出世道呢 出世间道呢 就即是信三解脱 那一个表 你看一下那个表 信三解脱 三解脱 即是空无上无愿 这个三解脱 动照三世 一眼就可以观到过去现在未来 至无障碍 他那种的智慧 已经是无所障碍的了 这个呢 有色身就有障碍 没有色身呢 就没有障碍 去到哪里呢 他都能够是化身而无障碍的 这个发生之中 这个发生之中 第四的呢 就是 显法 非法 这里呢 所谓显法 非法呢 是有夜九种 那么多 显法 非法呢 就是无相对法 即是没有相对的 凡有相对呢 就不是发生了 因为发生呢 就是发性 发性呢 就是本体 本体就是没有对待 没有对待的呢 所以凡有相对的法呢 都不是属于发生 显就是障显 障显一切相对的相 不一不二 不自相 不他相 非无相 非取相 不此岸 不彼岸 不中流 不直灭 不永灭 不此 不彼 不以此彼 不可以自知 不可以识识 无名 无悔 无名 无相 无强 无弱 非静 不静 不在方 不离方 非有违 非无违 无思 无说 不思 不亢 不戒 不犯 不忍 不畏 不精进 不蟹汰 不禅定 不暖 不智慧 不如 不成 不欺 不来 不去 不出 不入 一切言语 不断 不断 非福田 非不福田 非用共 非不应共 非取 非捨 非由相 非无相 这里 他选了29种对待 即是告诉人 如果当你正道法性的时候 你正道法身的时候 是理智不义 身土不义 理智一如 无所谓 无所谓对待 所有一相 二相 福田相 不福田相 取相 舍相 有相 无相 全部都要随显 这个即是 發生 是无有相对相 第五 即是同真超族 第六 就是离系解脱 这里就是表明这个发生 即是说这个发生 第二就是说这个自受用身 你看看《阿初佛国品》 《建阿初佛品》第十二 也有说自受用身 你看看发生既然是无对待 在无障碍的 这个自受用身有怎样呢 自受用身 就比较 这个发生 就是有多少 是有那么多作用 给你看到的 自受用身 第一 是报身体 又名叫做报身 自受用身 又名叫做报身 报身的体是什么呢 当然 这个体就是 得一切种子 本性真如 与众生无分别 你自受用 你正到发生 正到发生 你得什么呢 你自己的心里面 有什么感受呢 自己的心里面 就知道 哦 原来我与众生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因为他觉悟到 他的本性 他的本体 与一切众生的身体 是一样的 这个本体是一样的 你成佛 就是本体中的 那种的觉悟性强 你就成佛 你的本体是一样的 因为你责染力多 你所以就是众生 你那个佛 和众生 都不是个本体 而是个用 从体起用 那现在呢 如果你能够 证到这个发生的时候 你是得到一切种子 你才能够证到这个发性 那你证到发性的时候 你就知道到 哦 原来我的心性 和众生的心性 是无分别的 既然你能够证到这个心性 与一切众生是无分别的 第二呢 观诸众生皆无有义 无义上 与众生都是一体的 自受用身无所不在 就是说 你的自受用身在哪里呢 这个自受用身 既然我的发生 是与这个身体不义 身土不义的时候 我的自受用身 亦都是无所不在 第四呢 观一切法皆无分别 在那时候呢 就是一切理 是讲理 不是讲相 如果讲相 就有分别 讲理 是无分别的 这样呢 就说一切法皆无分别 那为什么有时候 你看经 听经 你就是讲 一切法都是无的 好像《金刚经》里面所讲 即所若然 善法者即非 一切法 是名 一切法 为什么《金刚经》里面 就是讲性方面的 讲空性方面 如果你从空性方面来说 一切法都无分别 亦非一切法 但是如果讲用那方面来说 就有分开了 这些是善法 这些是恶法 这些是无留法 这些是有留法 但是如果在自暴身那方面 在自受用身那方面来看 那样你就知道到 观一切法皆无分别 自受用身无所不在 观诸众生皆无有意 而本性真如与众生是无分别的 这个是报身体 那什么 报身是受用的 是为什么就叫做受用呢 扭这个体而已 它的用是怎样的呢 这里的用还有七种来到去表示 所谓受用的 为什么有些什么 得到什么受用呢 无毒无老 无作无喜 无生无灭 无畏无忧 无喜无厌 无执着 无以有 无当有 无今有 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 照自受用身 就是所谓受用的 怎样叫做受用呢 我们的受用呢 就是有这个族在五族恶势里面 有烦恼 自受用身 就没有五族恶势 也都没有烦恼 我们就有工作 有起业 有起划 有作业 有仇报 这样呢 这个自受用身 就无起划 无作业了 第三 无所谓生 亦无所谓死 又无所谓是畏惧 亦都无所谓是休老 没有烦恼 没有畏惧 没有畏惧 好像这个 《心经》里面所说 没有畏惧 没有畏惧 没有恐怖 已经有了 或者将来会有 现在有些什么 亦都无所谓有 亦无所谓无 一切都不能用言说分别显示 这些就是 心得到很多的安乐 所谓金刚经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多伊 般若波罗 麦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 故 无有恐怖 愿来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这个无族无脑 无作无喜 差不多就是 以无所得故 因为一切无所得 那就怎样呢 无缘倒梦想 所以 心时 都是得到裂盘 自受用身 就是 唯佛与佛乃能 究竟知之 不是别人可以知道的 他的心态 他的心境就是这样的 不可以言说 分别显示 这个就是自受用身 维摩蝶经 他说完佛的自受用身之后 他又要说佛的化身是怎样的呢 佛的化身也有很多种化身 佛的化身是甚麽呢 佛就说给他听 这个因为说完之后 这个无喜无义 无义有无当有 这个 在这个 建阿初佛国品那里 说完这个自受用身之后 社里佛就问了 就问维摩蝶 他想着维摩蝶说了这么多 这个化身又自受用身 说到这么好 这个社里佛就问维摩蝶 这个社里佛就问维摩蝶 维摩蝶就说了 你所了解的 你所证得的法 有生有死的吗 有在哪里没 有在哪里生的吗 维摩蝶说了 没有啊 又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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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又要这样问我呢 于是他说 你知道了 屠杀现身的 像一个幻化 像一个魔术师那样 化作男 化作女 他有出生吗 有运在哪里来 有运在哪里去吗 是幻化所作的 那社里佛就说 是哦 是无所谓 没无所谓 生的 于是他觉得 好像 他问维摩蝶 你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而来生 尾度 被维摩蝶是疾他 你还赌阿罗汉 你都应该知道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这些全部都是虚妄法 来的 那菩萨哪里有所谓 生的呢 哪里有所谓 末的呢 佛就在那里解答 解开他了 佛说 哦 社里佛 你想问维摩蝶由哪里来 什么 他说 维摩蝶就是这个妙喜国 你知道在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国叫做妙喜国 有一个法叫做无动于来 原来维摩蝶就在那里 未曾生这里的时候 就在妙喜国那里 亲近这个无动于来 那 那 社里佛就说 哎 真是难得了 那 维摩蝶本来是在这个妙喜国 亲近这个无动于来 为什么他能够离开这个无动于来 亦能够离开这个妙喜国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这么多烦恼的地方呢 那维摩蝶就说了 他说 社里佛啊 他说 你觉得 如何看法啊 日光出的时候 还有没有黑暗啊 社里佛说 没有啦 日光出的时候 当然没有黑暗啦 维摩蝶就说 那那个日光啊 为什么要在原浮堤那里去走呢 他说 日光来到这个原浮堤 不爱乎呢 就是想令到这个原浮堤 这个娑婆世界 原浮堤就是娑婆世界 没有黑暗而已 用光明来照他 除了黑暗而已 维摩蝶就说 我告诉你 菩萨也是这样 虽然间他可以在这个妙喜国的淨土 但是他为众生的缘故 为教化众生的缘故 他呢 就来到这个多烦恼的娑婆世界了 虽然间他是来到娑婆世界而已 但是他不是受这个娑婆世界的苦的 因为他自己已经灭了烦恼了 所以他是为解除众生的烦恼 而不是来到受众生的苦的 于是乎那些人就说 原来这个维摩蝶 是来娑婆世界 教导众生的 他可以在妙喜国 亲近无动如来 他都不去亲近他 那你猜我们可不可以 看看他 那个妙喜世界 什么情况呢 当时每个人都想看看 这个维摩蝶 在这个妙喜世界 和这个无动如来 是什么情况 当时 释迦牟尼佛知道 在座的人 每个都想看看 这个妙喜世界的情况 又想见下这个不动如来 是怎样的相貌 又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心就说 给我们见到就好了 给我们见到就好了 于是乎 释迦牟尼佛知道到他们的心愿了 佛就对维摩蝶说 他说 他说 在这个大会之中 有这么多众生 个个都想见无动如来 你可不可以令到 这些菩萨 和声闻 都可以见到 这个无动如来 于是乎 于是乎 维摩蝶的心愿 就想了 你看看 这里 这个就是说 这个变化身的时候 就是 先先就是 搜尼佛问 这个维摩蝶 这个佛就答他 这个维摩蝶是从哪里来的 那些人就想见这个妙喜国 这里见妙喜国 每个人都想见 佛就叫维摩蝶用神通力 来给他们得见 维摩蝶的心愿想 这里 维摩蝶的心愿想什么呢 有三个念头 第一 他就想想 我怎样将这个妙喜世界 那个情况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我怎样 是将这个不动如来 他利益众生的情况 搬到来这个娑婆世界 怎样才能够 令到众生 去见这个娑婆世界 既然释迦牟尼佛 是叫他来到去见这个世界 那我怎样做呢 他就用神通之力 他说 不起于座 就这样坐在那里 他就来到去 用他的神通之力 就接了这个无动如来 就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无动如来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当然就不仅止他一个人 当然还有很多菩萨 天龙八步 一齐都来 是吧 来到这里 不独自 还要整到 有几个台阶 即是在这个娑婆世界 有一个天阶 上到去韜利天 和这个韜利天打成一片 等那些人 在韜利天那些人 亦都可以来到娑婆世界 见到 娑婆世界的人 亦都想去韜利天 是见到 用这个神通力 好似别人初那些 做如图家 好如如那些图词的作家 那样 就喜欢怎样整就怎样整 因为将这个神力 不知不觉之间 将妙起世界那些人 就搬到来 这个娑婆世界那里 在这里 所以这个第四 就是起神力 起神力 就来到去变那些圆 第一 就是正起神通 即是既然 因为摩蜜 受了佛的指示 就起神通了 有圆那些人 就觉得 咦 为什么我不用动 那就会去到 这个娑婆世界的 有圆就会见到 没有圆那些 就不会去得到的 没有圆的 就不来得到 但是 这个妙起世界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里面 大家都不会说 相围的 不会说 这个世界来了 为什么可以藏得下 大家都是见到 就没有得到它 相围 这里 我就会说 既然有这样的神通 将第二个世界 搬到来这个世界 如果是有物质的 当然就有障碍 一个人站坐的地方 第二个人都坐不下 为什么可以坐得第二个人呢 这里就是影像 是用影像 我们现在 看看影像 是不相障碍的 你看看电影 你的电影里面 一个小小的电视机里面 是很小的 但是你可以拍到 多少十万人在巡行 你又可以见到 多少世界 哪里世界 倫敦 哪里哪里的地方 你都可以见到 是见到什么呢 不是物质世界 而是影像世界 所以影像世界 就可以来去 是不相障碍的 现在这个 就是说什么呢 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这一个自受 发生 和自受用生 现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权生 权生就是他受用生 和变化生 变化生的 除你的心愿 你就可以变了 这个影像 出来 所以 释迦佛 他说 摩基斯 他们那些人 是想见这个妙起世界的 你变给他们看 他用什么来变呢 就是用神力 来将这个影像 带来 所以影像 你就可以从小 而是能够 可以容立大 当然了 你如果说到 物质世界 就少都不能够现大 少都不能够容立大 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来说呢 就是因为他告诉你 世间上一切的物质 都是如梦幻套影 即是是影像来的 凡所有上 皆是虚妄 若见诸上 非上的 則见如来 你看到它是影像 你知道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多 都是影像来的 那你明白这个影像 你就知道到 是无障碍的了 所以 这个 摩蝶用神力 将这个 妙起世界 不动如来 就搬到来 给众生看 那么 每个人都看到 这个影像 正如 好像我们在电视里面 坐在这里 不起于座 就能够看到 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多东西 当时 他用神力 他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那我们就是用 这个科技 然后才能够看到 但是 维摩蝶就是用神通力 令到娑婆世界那些人 都见到 这个不动如来 和见到 这个妙起世界 当时 释迦牟尼佛 就问那些人 你们见不见到 这个妙起世界 和这个 无动如来 他说 见到啊 我个人都说 我见到了 就是满了他们的愿 我见到了 我见到了 当时呢 他就 说 世尊 他说 可不可以 一切众生 都得到这个清淨土 好 好 好像妙起世界 各个人都可以 见到 这个 无动如来 也都可以 有 好像 维摩蝶 这样的神通力 他就说 他就说 如果这样 就好了 我得到 可以有 这样的佛世界 可以有 为摩蝶 这样的神通力 就好了 每个人都发愿 愿什么 愿得 这个 后来 释迦佛 就跟他 受记了 他说 你们在座的人 如果 愿生 这个 妙起 佛土 的 个人都可以 往生 你有愿 就可以 成就 就可以 往生 当时 射利佛 就很开心 射利佛 看到 又 要看的 亦都 已经 看到 是吧 人家说 将来想去 这个 妙起世界 亦都 能够 得到 去 往生 于是 他非常 之 欢喜 他说 我将来 一定 跟着佛 所说的 来 去修行 而且 今日 所说 就是 违摩居士 所说的 和佛 所说的 法 我们 都很恭敬 来 受持 世尊 佛 就说 你们一定 虽然 你们 想得到 这些 好处 想得到 为摩蝶的 神通 想得到 妙起 莫的 莊严 又想得到 事事 见到 不动如来 你应该 如法修行 于是 天人 每个人 都得到 亦 亦 都得到 后来 说完 之后 每个人 得到 好处之后 妙起 世界 和不动如来 便 立即 没有了 这个 影像 便 回到 无动如来 那里 这个 就是 告诉我们 这个 见 阿初佛 国品 阿初 即是 无动 若果 译了 他 阿初佛 即是 无动如来 现在 这个 品 里面 经过 就是 佛 和 遗 摩蜜 所说的 就是 佛的 法身 和 自受用身 而 摄理佛 那班 一班 的人 知道 遗 摩蜜 不动如来 亲近 不动如来 而由 这个 妙喜 国 那里 亦都想 践踏 佛 亦都想 践踏 靖土 亦都想 和 摩蜜 一样 有这样的 神通 于是 表现出 说出 他受用身 和 变化身 这个 见 阿初佛 国品 里面 就说明 这个 发身 和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 和 变化身 他受用身 和变化身 虽然 没有说得 那么明显 但是 就是 告诉别人 听 佛 为什么 入了 这个 裂埔 静了 这个 发身 之后 他自己受用了 这个 不生 不灭 那种 无喜 无助 无愚 无忧 无生 无灭 已经得到 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缘故 他还在 教化众生 即是 用神通的力量 可以 令人 得到 见佛 而佛 就像 真佛 一样 来到 教化众生 是什么 他受用身 和化身 佛 随时 可以 被菩萨 见到 他的 他受用身 也随时 被 凡夫 见到 他的化身 即是 佛的三身 成了 佛之后 发身 是受用身 他受用身 化身 随时 示现 是无障 无外 这里 我简简单单 将 这个 建阿初佛 国品 说完 我下一次 就说 这个 发供养品 和 这个 触雷品 也 好像 说 故事 也 这样 也说 他觉得 虽然 简单 不过 已经将 这个 品 用这个 表 说了 下次 就说 这个 发供养品